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目前存在多种变异新冠毒株重症患者治疗面临巨大挑战 最新研究显示2022年澳洲有15种变种病毒传播 新研究所表示新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逃逸性表明 对免疫功能受损的人来说有效的治疗方法更少 今年圣诞期间9名新州人因车祸丧生 新州警方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12月23号至2023年1月2号的11天里 新州共有9人因车祸丧生 包括一名两岁儿童 死亡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维州中部多数地区遭遇暴雨 冰雹袭击 维州中部北部部分地区遭遇暴雨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当地房屋被毁 农作物受损 部分地区降雨量高达70毫米 佩洛特承诺将投入5亿澳币修复新州被洪水破坏的道路 新州州长佩洛特近期表示 新州各地议会将获得5亿澳币的资金 用于修复被洪灾破坏的道路 一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